I wish to travel to China I wish he want to go to Chin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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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so 现在是叙利亚的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刚才吃完饭把车停到这边 发现有一对姐弟 他们在这个街头就是高速路上 卖一种叙利亚的主食 这个食物是附近周边的一些机构 就是给他们派发的 卖给这个来往路过的汽车 就赚取微薄的这个收入和差价 他们站在这个马路上很危险 这边好像有热心人要买他们的饼了 只是看了一看 这个是一个公交车 看了一下就走开了 也没有买他们的饼 我在这个车上看了他们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了 一张饼也没卖出去 决定出手震能量一下兄弟们 给他们把这个饼给消耗了 Hello brother yes 这应该是一个姐弟两个 this is your brother or friend 是爸爸 他是他的那个亲弟弟 what happened your family why you sell bread here 他想帮助他的这个父母赚点钱 I want to buy your all bread yeah give us ok 兄弟们我把这个饼全给他买了 花了这个三十二块钱人民币 让他们早点回家 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啥 那边太阳比较晒 就是我们把这个车往前面挪了一下 有些问题想问问他们 你们吃早餐了吗 兄弟们现在是早上时间啊 就是大清早的 他们卖那个饼 这旁边也有个小孩也在卖饼 非常好奇想问他 so why you didn't go to school 他现在需要工作也需要上学 大家看他这个手臂啊 就我们的手臂是白的 然后他的这个手臂 大家看到没这个地方是白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晒黑的啊 就是本身他应该是属于这个白色皮肤的 但是他们就是经常可能在外面卖这个饼干 晒的很黑 so do you want to eat breakfast I'm not a good guy you can trust me don't worry we are no bad guy no we just want to pay your breakfast and your brother 他们比较害怕 这个小女孩的家教比较好 他的父亲就是告诉他不能够跟陌生人上车啊 you don't need to trust another guy but for me you can trust me 兄弟们我就是给他翻译一下 就是别人的陌生人的车 你可以不用上 但是你可以绝对相信你风哥 so how much your month's salary for celebrate 他们卖饼赚这个差价一天一个月 一个月月收入大概约为15美元 也就是100块钱人民币啊 工作非常的辛苦 他们赚的钱太少了 我问一下他俩喜欢吃什么 我问一下他俩喜欢吃什么 no anything you choice you choice no anything 这个是大马士革的早上 他们这边的街景啊非常漂亮 然后这一块的话属于中心地带啊 就是没有受到战火的一个波及 就这边的话还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兄弟们现在是早上开门的店不多 这个地方有一个卖披萨的啊 let's go 下车 他们这边只有这个披萨店开门 像那个大鸡肉卷的话要晚上才开门 我准备在这边啊买很多披萨 去他家看一下 顺便给他们家也多买点披萨 这有那个肉的啊 这也是肉的兄弟们 问一下我的翻译 which one is the best meat thi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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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20个披萨啊 这两个小孩跟这个饼有缘啊 卖饼啊 然后我请他们吃大饼啊 看着非常不错的样子啊 how much together 大哥陷入了全死之中 为啥这么大一个店连个计算机都没有 兄弟们太夸张了 早上起来买个早餐 那要花20万和人民币的话快干到一百块钱了啊 那小女孩一个月就赚这么多钱 所以你看这边的消费多夸张 这大哥算钱不行 他数钱很厉害 ok thank you 这个家的披萨特别好看啊 当然了除了好看啊 他也必须好吃 这个是食物 breakfast no no chicken because it's not open only pizza ok 我们准备送他回家啊 顺便去他家随便逛一逛 看一看 兄弟们我们到他家了 这是一个大楼 这边应该是他们家的衣服啊 ok we go 这应该是孩子的父亲啊 哇 兄弟们这是一个非常闷热的一个地下室啊 看到我们过来了 他把这个窗户打开 这个地方很宽敞 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地下室 所以说不怎么透气啊 好像一家人都在等我了 兄弟们 这次我就不买东西了 我就直接给他钱吧 这家也不容易啊 我这里面呢大概有个一百刀啊 这中间的是一万两万的 这两坨的话是个五千的啊 大概有个一百刀左右 我直接给他父亲吧 不废话了啊 就这个环境问多了没什么意思 千言万语 不如直接给人家来点实际一点的 兄弟们 啊 问一下这个父亲还有这个母亲 how long you stay here 他们住在这个地下啊 就是已经五六年了 so when the war before what's your job how much month salary uh femin 他的这个工资呢就是还不错 有个三百美金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bu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他请我喝杯茶啊 非常热情兄弟们 so what's your job now 这个消防员啊 在现在他们叙利亚工资是多少钱 33 33 33美金啊兄弟们 这个工资十年之间就是少了将近十倍啊 不敢想象这个压力太大了 他还有这么多孩子需要养 so how many children work now 啊兄弟们这个这个家庭呢 现在有个大儿子去当兵了 然后还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小孩工作 然后剩下这两个最小的小孩呢 就在家休息啊 兄弟们我想问一下 这大哥养了这么多小孩 他们这个压力啊 大不大啊 他喜欢这个小孩啊 喜欢生 压力大也没关系啊 意思就是这样的 ok thank you i have tea i have tea i have tea your daughter and your son work is very hard and dangerous in the highway 他说有时候他的这个母亲呢 会陪两个小孩一起去卖那个饼 现在这个生活非常困难 大家都看到 因为确实这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家里面小孩太多了 如果没有人出去工作的话 根本养不活 像叙利亚这边啊 他们都是这样的 如果说一个家庭啊 全家人不出去工作的话 很难维持他们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刚才呢 不是给了他们一百美吗 这个其实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并不能说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只能说解决一下这个燃眉之急啊 他现在就是没有那个足够的钱 再去买房子了 因为他原来买的房子 在他们老家就是被炸了 所以他们呢就搬到了这里 住在了这个地下室啊 这个地下室非常的潮湿 非常的闷热啊 我一直在出汗 这加上这个地方经常停电啊 家人们看一下这个生活环境啊 确实非常的糟糕 他里面基本上空气不怎么流通 就是很闷热啊 怎么说呢 还是希望他们家的小孩啊 能够受到一个教育 在未来的话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Education maybefuture will be change life 他说他感谢我们太多了啊 我只是看到他女儿在卖那个饼 然后请她吃个早餐来她家 顺便给了他们一些钱啊 怎么说呢 You're welcome I have your children girl up for everything yeah we'll be ok we go thank you for tea 吃个蓝 我们走了啊 他们家有一些这个电视机 还有一些一部电话啊 东西也不多 我们要走了 他在这里帮我们打车 帮我们看那个后座 很热情啊 很好的一个大哥 再见